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雅乐上就是我现在做的事情 也是我觉得这一生有意义的事情 实际上中国人称为礼乐之邦 周代 周公自己作乐的时候 就是确立了一礼和乐来治国 礼乐文化实际上是中国真正的文化的核心 那么在这里头贯穿的中国人对于天地的认识 对于古仙的认识 对于人和自然的一种观念 如何去处理这种关系 所以这个实际上在礼乐文化里面 它是贯穿起来的 这个你是春秋记载 就是安月用日 春三月 夏三月 秋冬 都是每个三月都用一个 然后每个月又不一样 它比如说春三月有夹中 孤险 它每个月它会用 我在学校有一门课叫文人音乐课 那这音乐课上面呢 我会使用大量的文献 就是出土的图片 给大家感受每一个朝代的气象和精神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会非常清晰地看到 那么在汉之前 中国是一个完整的一个 向天法地的文化体系 周代的这个礼乐就是这个东西 我在大学的时候 第一次看洋乐 我也是觉得很慢 当场还会睡着 因为现在节奏很快 等你突然变成这个 这个 这样的节奏的时候 你就慢慢就变困了 但是这实际上不是说明雅乐不好 而是正好是说明雅乐很好 它有一种让你安的一个状态 人在做雅乐的每一个人 他从内而外呈现了一种宁静 庄严 和泰的一种感觉 那么这个是在中国现在这片土地上的人缺失的 所以可以说从修行怎样做一个雅乐人 所以我们也花了很多力气 那么学生来了要先读经大学啊 中庸啊 乐记啊 那么从这个读经里头去感受中国古文的思想 那么另一方面我们就是雅乐舞 让大家从身体上去体会天地和你身体的这个开合之间的这种气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希望大家都谈古琴 因为古琴是唯一一个从古到经一直迈迈相成的一个乐器 最后一个我们就会洗一些礼 比如说我们每次坐乐之前要静默行礼 这样可以帮助大家回到自己的内心 这是我要听听弹琴 好啊 我真的要听听这个唐音啊 我跟你讲 唐琴的气度和送行去完全不一样 唐琴特别的开阔 我学琴的时候全国也就一百号人 大大小小老老少少加在一起一百号人 那个时候真是老先生看到你学琴都非常开心的 就恨不得什么也不要就教你 我觉得还是中国文人的文化精神 承担于天下的这种精神 我在就是教学生的过程当中 突然有一天就觉得自己一路走过来 我获得的一种喜悦 我觉得我应该分享给大家 就是更多人的人体会到生命的这种碰撞 那种说不出来的一种清凉美妙 每一个人都会对对方弹琴直直心性去互相唱谈这样的 大家在同一个时空当中心都会在这里 我就是在联合国表演古琴的时候 在上台之前最后一秒钟决定即兴 我是觉得我有勇气去面对全世界的艺术家学者 即兴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发现自己的局限的一个过程 古是不可复的 也不能复 就是我们不可能完全重复古代 也不可能复原古代 我们说的是当代文化重建 当代文化重建就是你作为一个今天的人 你对于千古不变的礼乐精神的理解 实际上就是我觉得千古一刹 古今一人 不管是古琴也好 还是雅乐的形式也好 用不同的方式来传达中国音乐文化精神 这就是我的理想 演结束 因chlag eğ 或许将练习 谀 志上 找人登彷 厬称称称称称称称 공 箱ras in front 会啊 心愿 清流色细 全军更尽以悲求 西出阳关无垢 人双叶与雄尘 啊 前段 哇塞 怎么回事 这怎么会干呢 今天是御之音了吗